大家好,我是超哥 咱们粉丝问我 说电源管理芯片,炸芯片都有哪些原因 今天咱们就这个问题咱们解答一下 那么特关电源炸芯片 这是特关电源的管理芯片 如果炸芯片,我总的一下 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个,启动电锁 第二个是接风吸收电路 第三个是芯片本身 那么启动电锁,有些主板有,有些主板没有 咱们举个例子而言 比如说咱们的P1027开关电源 P1027的电源管理芯片 它有一个300伏的定压 然后通过两个电子串联封压 然后上面是正300伏 那么如果这个下达电子坏了 那百分之百会炸 百分之百会炸芯片 所以说咱们的实际要去看这个电路 它到底有没有这个电锁 有没有这个电锁 这是其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尖锋吸收电路的 就是尖锋吸收电路 咱们说一下尖锋吸收电路 那么尖锋吸收电路 是并联在初级饶组上的 并联在初级饶组上的 我们只换一个开关管就得了 好 这边是咱们的正310伏 我把这镜头往下拉一点 好 这咱们形象输入的脉冲 当这个开关管导通的时候 当开关管导通 那么在这个阻挠组上的电流会突然增加 你看相当于短路一样 所以说那么电感线圈的特性是阻碍电流变化 所以说会产生一个上阵下阵的一个电压 会阻碍这个电流突变 当开关管关断的时候 在绕阻上产生一个上阵下阵的一个电压 那么这个负电压和电源的310伏电压 它就会串联起来加到开关管 所以说开关管这里电压 有可能达到620伏 这个时候开关管承受不了这么高的高压 直接就击穿了啊 直接就击穿了 这个至于说这个上面这个电压的变化啊 绕阻上电压的变化 之前我已经给大家讲过这个事情啊 所以说咱这里就不再重复啊 它是两个电压结佳在一起啊 还有一个第三个原因就是芯片本身 咱们有一个词叫什么 叫磁宝盒 叫一个磁宝盒 那么这个磁宝盒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开关管导通的时间过长 那么在这个饶组上就会产生了磁宝盒现象 也就是说这个电流是不变了 是一个恒定的电流 那么这个时候相当于300伏对立是短路的 这个时候也会砸芯片 那么磁宝盒的原因主要是一个芯片本身 还有第二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原因 就是它外围的定时电路 定时电路 有些芯片外围是有的 有些是没有的 那么这个定时电路就是用RC 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组成的一个RC定时电路 那么这个电容的通放电子 通放电子的一个变化 就是这个芯片的工作的一个频率啊 所以说这个出现问题也会造成啊 那么有些芯片是有的 有些芯片是没有的 这个咱们要学会去看这个东西啊 主要是学会去跑电路 对电路的周边的电路 我们要跑一下 看看都有哪些啊 负载短路不会造成电源关锂芯片炸掉啊 不会造成电源关锂芯片炸啊 还有没有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 第四个原因 败压器 就是开关败压器 如果开关败压器出现了严重的攒电短路 初级二组出现严重的攒电短路 也就相当于短路啊 所以说有四大原因啊 有四大原因 那么尖峰吸收电路 这个过程咱们现在用模拟器给大家模拟一下啊 大家看一下 没有这个尖峰吸收电路 会出现什么可怕的现象 好 我们打开我们的电路模拟器啊 好 创建一个新的电路 那么创建新电路 首先我们找到一个电源 然后找到咱们的边缘器啊 好我们再给开关管加一个开关信号 好 电源电压我们调到100伏 好 我们把这个开关信号 变成脉冲信号 设置一下 设置一下它的最高电压 最高电压我们设置到15伏啊 我已经调到15伏 15伏吧 好 现在咱们打开 主要是看什么 看这个开关管陋极的电压能有多少伏啊 好 现在让这个电路工作 咱们看一下啊 你看 这个开关管送间的电压达到多少伏 送间达到多少伏 达到了3.79千伏 3.79千伏 那么这个开关管电源管理芯片 肯定是承受不了这么高的电压啊 咱们在一个波形上能看到这么很尖的这一个尖锋电压啊 这个电压是4千伏的电压 这个就叫尖锋 尖锋电压 那么这样肯定这个芯片是承受不了的 直接就报废掉了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加一个 尖锋吸收的二级管 我们只需要加一个二级管 好调整一下方向 好接到这个地方 这个时候咱们再次上电 咱们看一下 那么 开关管陋机的电压就稳定到100伏的电压 是不是 而且这个尖锋电压已经消失了 咱们看波形啊 已经没有那个比较尖的那个尖锋了啊 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脉冲 顶压 这就是尖锋吸收电压 这样通过这样一个模拟 很清楚的能看到 它的一个变化啊 也就搞明白了 为什么尖锋吸收电压损坏 会炸电源管理芯片 需要这个软件的 可以下播了之后 在评论区爱投我啊 好了 今天这个风险就到这儿啊 感谢大家观看 再见 谢谢大家